大家好 我是翠翔 看我這次打蛋 那你不知道我今天要幹嘛的啦 今天呢 我要做的東西給我一個人試吃 那我要做什麼呢 沒錯 今天呢 我要包水餃 並且會讓他們的評分 一到十分 會給我幾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我記得的案就是 你只要按過這個碼頭 拉起來 看出 好了 可愛吧 你要去看很久耶 哦 有點像啦 翠翔 你知道其實小廚房也沒有那麼好過 我現在要直接來給你一個快誤回答 對 這個快誤回答好了 你要給我快誤回答 最喜歡的名字是誰 有的話 會 阿伯爺很多人稱作為 花蜜的男生 那你是不是應該有比他長的變色 藍色 我會喜歡藍色 那你重點到誰 獎金只夠不及的人吃飯 然後是誰 詢摸他 是 因為他從小也要比我們到大 等我長大之後 就是我回饋了 會很喜歡 18顆 18顆 在每樣地都吃喝的時候 你可以加拿兩顆 對不對 太贏了 就是我包了 等一下 等一下覺得也要吃15分喔 蛤 蛤 Oh No 這顆是不是你要吃 你快 喂 我吃 好多了 有啊 還不錯耶 然後我這樣 快出房子先拔完 現在我就要帶他 然後看什麼 吃大飯 不要給我 謝謝你 好了 因為現在呢 他們已經有點餓了 所以我就先拋架 然後再給他們嘗嘗 看他們給我的原本剩 Let's go 現在呢 我已經駕到了廚房 可是我把好的睡覺 透過鏡頭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嘛 開鍋 像 一看又這樣混沌 開鍋 啊你滾了 哇 很像混沌喔 很香耶 我已經弄好了 他看起來好像很明顯 沒關係 就當他們是笨蛋吧 好我想請你幫我試試看 我看看 為什麼我覺得他會這麼大 有些我有放蝦子都可能不夠 不然你可以先吃一個原味 我先吃一個原味 可不可以先吃一個原味 可不可以先吃一個原味 你臉拉太開 哈哈 好可以 哈哈 好 所以你吃蠻好的 好可以吃它再紅紅的 可以啊你吃它 它有點太紅了 我蝦中本 你吃蝦子 然後被你吃到 賺你運氣死了 這夠菜吧 是辣的喔 很辣喔 哈哈 啊好吃 啊好吃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試吃一下 居然沒有散掉 是怎樣 能吃嗎 可以 很香的 可以耶 可以 你確定你沒有找代打嗎 沒有 代打的都 剪掉了 我覺得味道很好吃 五分 這個外景呢 五分就好 好喔 我再努力五分 OK 謝謝 九分 來了來了我等超久的 什麼 我很醜但是我很好吃 欸你的水餃是不是很窮啊 一直都叫我 哈哈哈哈 吃完你倒是 喔這個回眸 很香 很香 第一個原味破關 就是我放了一些 絕名詞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 包絕名詞 是吧 泡泡的喔 蛤 有泡的味道 為什麼還有點甜甜的 欸 如果是到十分的話 原本要給八分 但是我給七點五分 因為絕名詞的味道怪怪 好我現在挑材料 我再順選一下 2018 單身廚房型男在這裡 哈哈哈哈 好的 今天雷宇湘小廚房 就先到這邊告一根落 今天讓我比較意外的是呢 大家給我的分數好像都蠻高的 那今後呢 我也會持續的在下廚這方面 多下點功夫 男生會下廚是一個加分的技能 那最後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說 誰吃盤中孫 莉莉皆辛苦 很多事情我們當看表面 會覺得它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呢 它一點都不簡單 我是在想 如果你們還想看我租什麼東西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下次見 掰掰